记者洪文 台北报导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4》 《终局之战》阿旺杰斯 关德加姆 24日早上6点起全台上映 托迪独家直击 美丽华影城早上4点45分开始营业 比表定公告还早15分钟 不过现场已有超过20名观众提早到场 影城表示 为了服务影迷 这是影城开业以来最早开门的一次 美丽华影城清晨4点45分营业 迎接复仇者联盟4上映首日图 记者洪文社 以下同请继续往下阅读 原本美丽华影城官网公告早上5点开始营业 不过托迪记者早上5点10记之现场 发现影城已经提早开门 一楼有一名员工负责指引观众上楼 员工依旧维持灿烂笑容 观赏电影由这边上去就可以了 同时他也透露 早上4点45分就开放进入影城 我们4点30分就来上班了 随后进入美丽华影城大厅 早上5点已有超过20名观众在现场换票 兑换海报 购买到米花或是坐在座位区等候 苏工现场外厂员工10名 另有一名戏院经理在现场指引 美丽华影城向托迪表示 早上4点45分营业是美丽华影城开业以来最早营业的一次 只有在复仇者联盟4 终局之战上映首日提早至6点开始放映 隔天即恢复早上9点放映第一场 完全是为了服务广大热爱漫威电影的影迷 员工都有另外排班 而且支付双倍工资酬劳 复仇者联盟4 终局之战上映前并未安排适应会 任何媒体 影评人 影城甚至是迪士尼员工皆未看过电影 除了美丽华影城以外 全台威秀影城以及台中IM89豪华数位影城皆是早上6点放映 吸引不少影迷抢票朝圣 成为全台第一波看片的观众 避免受到任何暴雷的影响 莱斯富洛克阿兹会